如果一年之中只有一次能够有机会来到南京 那么一定要赶在秋天结束之前 南京的秋意像阴运着历史的烟水之气浓得划散不开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在外面几十年正值此季回到南京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城市的喧嚣与生气竟然在一片泛黄的灵夜之中 等待着过往游人一一翻阅 南京是个不动声色让人留恋的城市 城市特有的荣辱不惊的从容气质 也会让毛茸茸的生活一天天的在这里有滋有味的生长 有人说南京是中国的中国 某种意义上南京当之无愧 是最具中国气质的城市之一 南京人过得有点满不在乎 与很多城市比装腔做事和势力劲要少了许多 对外地人也开放包容的多 无论富人穷人能过什么样的日子 就各自开开心心的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然而 在日常生活之余 在表面的粗枝大叶之下 一些细腻的值得玩味的东西挥之不去的 在南京人的生活里留存下来 称之为青陵亚运也好 还是民国遗风也罢 只要在这城市的梧桐树下走过几条街 这城市特有的灰绿色的苍茫历史感 还是会扑面而来 仿佛一路走进了古老中国的血脉记忆之中 爱一个人 请一座城 民国的某一年 宋美玲女士随口说说 她非常喜欢法国梧桐 蒋介石便一口气买了两万多颗金黄色的梧桐树 种满了整个南京城的大街小巷 金黄色遍布南京的城市街头 山巒彩色萦绕 层林静染 青凤红影 斑斓梧桐 南京的金球为我渲染着另一幅全新的彩色油画 山巒彩色秀 冠商